批评清华的声音愈演愈烈 最近的毕业季又被推上舆论焦点 从咪咪眼再到校长演讲 清华俨然成为众矢之地 为什么清华北大屡次遭到炮轰 就在大家声讨降低高校经费时 清华北大高校的预算却不减反增 而屡次为我国科技做贡献的西北河哈工程 为何不在校一部预算经费的名单里呢 清华校长是一公辞职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百年高校清华北大是无数学子向往的地方 那里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人才 也是国家重点培养的对象 为了给人才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 每年都会有公费的清北留学生前往美国 带着祖国的希望在有所成就时回归报效祖国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回国的清北毕业生寥寥无几 据了解超过两万名学子在美国硅谷工作 而清华大学每年招生才3800人 平均每培养一名清华学子就要花掉68万 而清华全力往美国输送人才 这着实让人心寒呢 任正非说 我们每年花费高于市场的大价钱 引进人才和技术 打开后发现是中国籍下的蛋 且在美国半导体芯片领域 占一半的顶尖人才都来自中国 以上种种都在说明 我国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 国产企业根本留不住他们 很多稀缺性人才都选择去国外发展 上面都是对国家科技和国防事业 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 这份名单里仅仅只能找到一个来自清华的学子 要知道 清华每年拿财政补贴300多亿 这是什么概念呢 可能几十所大学加起来 都没有清华大学一所拿的钱多 得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